就是我其实是特别害怕那个歌势套路 愿意 比如他们乐队 你广是名字对我来说 我已经就是特别喜欢 我看过他们演出 因为二手玫瑰 哇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二手玫瑰 这个其实特别容易 最早就是来北京看过很多当时的这个音乐人 包括主流和非主流的 我觉得就是都在copy那年代 但是对那个是过程是很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没有流行音乐的基础 这本来就是听国外来的 我们当然会有一个学习和吸收的过程 但是过了两千年之后 我认为这个桥段大家应该发生变化了 如果再是那样的话呢 可能就有点无趣了 就当二手与其说是一个反讽 也有一个警醒的意思 或者说现在的再解读的话 二手的东西可能才是最好的 对 每个时代解读 玫瑰呢 对于那年代的我那就是个梦 对因为从东北乡村里出来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想 其实现在大多数歌还是东拼西凑 都是二手货 都是大家拼来拼去 那其实这个时代也大家不要提什么原创 你能够做最好的拼贴 或者说把不同的元素能够重新混合 那跟DJ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就是啊 即使他们的时代啊 你可以不高兴 但是对不起 你逆转不了这个事实 这就是像你看当代艺术里 现在有一种现成品 这原样拿来 但是我赋予他重新的关系和这个意义 但是这个里面你仍然能看出小众与大众 你知道我有一哥们啊 就是喜欢电音 那喜欢电音就是在凳子就蹦低啊 全世界音乐节他都去 一直到现在跟小孩们玩 他就发现啊 他说你知道这个 就是因为他玩了 他玩了几十年了 他说我们那一辈的全世界的十大DJ 和今天的排行榜上这个DJ啊 他说我观察不一样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啊 他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DJ啊 你看着他像个工程师 就穿这个T恤 他也不跟你什么交流 也就是最多弄两下 他就是在忙着一堆机器给你打 然后底下的这个观众 这个这边跳舞的就如痴如醉 他说我现在发现 现在的排名的DJ啊 表演性强了 他们这个甚至有的就是小亮仔 甚至这打着打着叠啊 就跳到台上 然后呼应 然后他说我去参加这个世界 这个青年音乐节 他说我就发现呢 我以为就是说玩电音呢 这些是小众嘛 怎么会有全世界十几万的青年都去 后来他说啊 那个里边分成好多会场 其中呢 就最大的会场 几十几万人的这个主会场 他明白了 这个里面也有主流 后来 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是内行啊 他的分析对不对 他说我后来明白了 这还是流行歌曲啊 就是最大多数的那十几万人的场子 他们最欢迎那个DJ啊 他还是就是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的 你知道吗 那种 哦嘞哦嘞哦嘞 那大家最happy 最happy 他说但是其实我们原来听的 那叫一个什么 trance啊 还是叫什么 他说我有时候我跑到一个小的场子 才会发现 那个是我们喜欢的 就是感觉简直都没旋律了 真的就是纯的节奏 他觉得特别有力道什么的 哎 你看连这个电音里边 就是 你觉得旋律是个 是不是个特别大众化的东西 一定是的 因为旋律的跟随感特别强 但是节奏其实也一样 对啊 所以我就想起你刚才讲的这个得罪人的话 你还没说呢 不是 就是你 你观察你去很多音乐节啊 因为我想了解中国人现在的音乐生活 我觉得就是拿这个现场例子 举例子来讲 我们一开始 今年巡演的就是十五站 然后呢 有好多站就是大概开票几天就树心了 但是自己还挺沾沾自喜 说是不是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一盆凉水给我破一下 他说梁龙你知道为什么你票 一旦卖的好 就接了就继续卖的好吗 我说为什么 因为这帮歌迷会分析哪一个现场来人能跳水 跳水 跳水 就是从舞台边上站起来 往下跳 歌迷接了就传了 对对对 就叫跳水 说那个票卖的少的呀 他跳不了 还有这个 就是梁龙你太客气了 摔了摔低了就好 就是这里面有一部分人 一看二手卖太快了 好像瘦心了 赶快买 他这场一定能跳水 就是我能玩的特别开心 我能嗨的特别高兴 你跳过吗 跳过一次 结果呢 还行那天挺文明的 接住了 结果送回来了 对对 对对 但这女主持人现在别跳水啊 因为就发生了各种奇怪的行为 对 有都能接住 都接不住 对 但是你看这个就让我特别反思 其实现在起码现在90后或者00后 他就放松心得又更多了 像我最早我刚去演出70后 他不会干别 他只会眼睛去看着你 他觉得你在唱到心里那句话 完了伤我那个年代的人 是那样的 对 现在呢 有没有这样的 有 我见过90后 写20多文章 吓了我一跳 就跟个哲学家是写的 我跟他说了 误读了 我没那么好 对 但是那有这种纯玩的心态的 那你说他们是喜欢音乐吗 应该也是喜欢 他们要他们一个过瘾的现场 他是不是是个party 是个party 他要他自己的欢乐 对 是吧 对对对 其实任何音乐都有心而上学 都有深刻的一面 像那个亚东老师说的 这个我完全承认 还有好多年前 03年是02年 那会迷迪在学校举办 不是像在大音乐节 去之后 前面站了一排头发 头肠过息的感觉那帮人 他也不管谁演 他只有一个姿势 那你说这是深刻吗 这跟深刻有什么关系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深刻 他们就是甩去了 但是确实显得比 普通的路边野敌高档点 这咱们确得承认 对 从气质上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说 我是不懂 我专门还问了好几个 这个身边年轻人 你看有个年轻人 他就说 就说好听不好听吧 你说摇滚 许微的好听啊 他比如说 平克弗洛伊德 平弗洛伊 对吧 好听啊 他确实就是很震撼我呀 这个是没问题啊 他说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比如说有一个乐队 叫涅槃 能关呢 他给我放 他说你说 我没法觉得 那个一听就 这种重金属的这种 他说 他说我是不懂吧 我怎么也不能认为 这为什么是好听 我自己瞎猜呀 都你帮我指教指教啊 就是说 是不是像有些摇滚 他跟状态和环境有关 会不会是有些 所谓太闹的太硬的 比方说 他不是你这个 小卓怡情的时候 听的 是不是非得在现场演唱的 您刚才说 那个像平克 就平克弗洛伊德 像这种队 就是他们 他们的来源 就是 他们灵感来源 那个面向特别宽 他们喜欢艺术 喜欢文学 那在他们做 其实他们是一个 开创了概念专辑的 这样一个队 就是 就是做一张专辑 十首歌是有关联的 它是一个大的故事 我就觉得 它那跟交响乐一样 就其实是 它的 艺术品 对艺术品 你想他在他的时代 他的专辑分面 都是不露脸的 都是 有画像 《月之暗面》 《月之暗面》 到现在还在卖 他的那个 他们是 就非常 艺术感非常强 而且团里的那几个人 各个都是好手 就每一个人 都是 单独 都是大师 所以他结合在一起 他是会做出 特别多 开创一个时代的事情 比如像后面的radiohead 做像OKcomputer 其实都是 从那个里面来的 他们是那种 从各个地方 能吸收来灵感的 像科本那种 就是属于 他在燃烧 他自己而已 他可能没有什么办法 你不能说 他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通透 他就是那样 那也是他的局限 像灿烂剑凡 那句话一样 他可能就是 对 就是那个后果 完蛋就给自己烧死 非常非常强 像你比如说 我是那么喜欢 音乐性的人 就我有一次 就是我胃不好 生病住院的那一个月 我天天都在听他们 按说你的心情 都那么灰暗 可是只有那个歌 是对的 我听了整整一个月 然后病好了吗 好了 就是能治胃病 他给你的是 那个怎么说 是一个 就很难说清楚的 一个力量 这真是 心情的好坏 和伤口愈合 是绝对有关系的 那这个音乐审美 是随着年龄 会转变的 而且 那个音符 或者是 这个和弦 或者一个风格 它并不承载 你的那个部分 你想 你的情绪 或者 其实那都是 你赋予它的 并不是那个东西 它本身有什么 鄙视什么 或者我比你高级 不就是一点 声音的那个震动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是没必要的 比如说你喜欢 就可以听 不喜欢 至少还是要尊重 别人的 但是你比如说 这个就是说 你们这个内行 真的是这么想吗 比如说一个 内行的画家 他心里 当然也是有个高低的 某种东西太甜俗了 是吧 某种东西 就是艺术的高峰 但是这个东西啊 你跟这个歌迷们怎么聊 不是说发生过那个事吗 周杰伦演唱会上 就说让他唱什么 最后让他唱个什么 学猫叫 是不是有那么个歌 我不知道 网络 一起学猫叫 网络神曲 其实也是个娱乐 对吧 但是呢 有些周杰伦的歌迷 就觉得 他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这么样的奇耻大辱 是今天的人们这个审美都 音乐审美都到了什么程度 然后就有个小哥们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那个 就是说看这个网易云上面 七大音乐榜啊 他说你就看那个 那个抖音 神曲的那个榜 点击量 我不知道他是哪年做的统计啊 点击量 两 2.6个亿 他说这个量 是其他七个榜 还是六个榜 加起来的总和都达不到 所以他就说 那么你能说这个 咱们学猫叫 咱们学猫叫 这东西就真的代表什么呢 代表人民群众喜 喜闻乐见的吗 我觉得其实乐迷来说的话 歌迷有时候还觉得 真理总是掌握在 少数人这一边为荣吧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说 那时候我喜欢听摇滚的时候 比如说听唐朝的时候 就会觉得 比如说我们班级 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男生 会听唐朝 我们就会觉得 就是好像你听摇滚 你就是有脑子的 就是你就是有想法的 你肯定会有这种标签在哪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特别赞同 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误读 我一个特别深的体会 就是我那时候 特别喜欢听张楚 前几年在上海 他办过一场 特别激动 就去了 就跟我朋友去了 然后就听完 然后听完以后 我还特别激动地 写了一篇文章 发在那个腾讯大家 二十年来 二十年归来者是谁 我自己写得特别澎湃 特别激动 我朋友拿给张楚看了 他给了三个字 没看懂 就是完全他不知道 我在说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误读 你作为一个乐迷 你向那个人 投射了很多你的情感 你的想法 到最后其实 根本就没那回事 而且听歌的时候 好多时候也是 它是个自然反应 就有的人就是会 就是排斥一些东西 就是我不喜欢 没有理由的 那比如说古典音乐 不代表更高级的吗 当然是高级了 就是学术地位吧 应该是高级的 我觉得学术地位而已吧 不是 古典音乐在那个年代 也是流行音乐吧 我理解 当然你可以说 他们也有摇滚啊 他们也有摇滚 像贝多芬就特别 特别表达 与他的方式 其实就是摇滚音乐 但是我是说 但是还是不同的 他们的创作方式 和现在基本上还是不同的 我个人因为太喜欢古典音乐 就是觉得那个音乐 它不仅仅是情绪上的 至少它有智慧 我觉得这个是 比如说它 古典音乐通常是有一句 一个小的一个短剧 往了变奏发展 往了以后 逐渐地呈现 它的那个样貌的那种能力 现在基本上 也还是重复这个 但是说实话 现在东西要略简单了 然后一个流行歌 三分钟 其中一半是重复的 我们一首流行歌 不几乎都是那几句 对 马上讲风格 竟然写这么短一个东西 都要死 这太可怕了 过去那个长度的作品 一部交响乐 对 那就不要活了 不过是 我觉得时代不同吧 像我小的时候 就是好吧 刚好有合成期 改革开放 你可以谈到这些东西 我就自然就成为 那个想要变革的人 就是时代给你这个 而且没有竞争 那个时候就是 你只要有一点点才华 都是被放大 觉得哇太厉害了 想起来都觉得怎么厉害了 那现在的人就比较难 现在年轻人就 他们也比我们更有钱 可以听更多好的东西 完了以后 就是和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好像这个是仅有的 你能享受的东西 现在就都已经不那样了 学习的方式也改变了 所以就是它确实不太好沟通 比如电子现在就比较火 那就什么古典 你跟他听 因为一个古典 或者是一个传统的乐器 你要想练出一点东西来 没有十几年时间 你想都不用想 还有一些是 如果你不是从小练 都可能没用了 它是需要你 练成什么样的 你必须得从小 现在的人的方式是 我从网上 拿一个别人的东西来 但是这个就是潮流 其实和我们学习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喜欢肖邦 我学习它 用了十年 终于学到它一个东西 移植到我的音乐里来 现在的人是 一秒就拿过来 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一样 当然我说的不是完全拿过来 它还是要变奏 或者去改一些东西 用你的方式理解 但是它就是这个方式 你不开心也没用 我说你没有用 我说你能用 我说你能用 我就会打开